好 非得莫王 非得早餐 我是谭香楼 我来今天 民国113年9月11日 星期三 911 又是礼拜三 今天很重要 因为 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对我们不那么知道 重要的是说 今天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 那在美国时间是910了 他们不会挑911了 911太敏感了 所以9月10号 他们的第一场的电视辩论 那因为 虽然在我现场的沈云聪 我们节目是前一天录的 不过今天 今天中午的时间 上午的时间 是他们的辩论的 大概全美都会高度的关注 因为两个人现在的民调 在伯仲之间 最新的看到CNN的民调 其实在政府的范围之内 但是跟上个月有点改变 上个月我们说 因为民主党在办党代表大会 所以贺锦丽的深深事 一路的冲高 甚至在摇摆州的民调 似乎也都领先 俨然胜券在望 可是当他的党代表大会 两党都开完了之后 接下去剩下的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就回到了一个基准点 大家重新起步 这场的选举 其实现在才开始 因为党代表大会都结束了 然后也不会在政前换将了 副手也确定了 同时所有的民调都显示都差不多 摇摆州也差不多 好所以一切从重都开始 未来的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 才是选举的重头戏 好了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沈云聪 大家好 我们今天先从苹果谈起好了 因为我们录录节目说 苹果已经开完了 开完了他的新产品的发表会 你先讲的看法 我想听快点 我先讲 因为事先就大概知道几个重点 只是目前也没拿到手机 不知道实际上的体验如何 他9月13号才预购 9月20号才开 那像华为人家预购 预购现在已经300多万了 可怕 不知道 所以就是说看 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 也都是这种心情吗 就是真的想观望一下 等一等实际摸摸看的感觉 再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过去15代以来 Apple主要都还是靠他的硬体创新 使用体验上的改革 然后让大家眼睛也亮 但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软体部分 大家都期待说 你说要AI是吧 那你的AI看看有多厉害 还是有啦 但他当然是硬体的部分 看起来也有一些 好玩的点 但这个好玩的点 值不值得 原本就已经换了15 原本就换了14的人 决定把他手边的这个换掉来升级 这个是很有待观察的 我觉得I14就已经让消费者失望一次了 I15因为碰到去年华为的大复活 再让大家失望一次 但中国大陆的市场不代表全部了 可是苹果在大陆市场的姐姐败退是已经看到的 大家已经退到第六名 那这第六名并不是人家推新机 所以你又往后滑 因为他整个的销量 自己的问题 就一直在往下滑 所以如果I16 以现在我看到他新机出来之后 大家做的分析来看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无感的 我认为绝大部分人是无感 是啊 真的啊 我最近看这几篇评论的也都是啊 大家都这个照本宣科 报导一下他产品的宣布 没有太大的 你看到他们在所有你看到的 这些这些包括包括美国媒体所描述的I16 我认为所有的媒体记者都经历 嗯 就是讲讲不出什么心心梗 没有没有让你看到这会哇 那种的感觉 你当年steve jobs 的时候是大家对鼓掌的那种 当年你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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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steve jobs 上来之后呢 还没有秀他的新产品 大家就坐不住了 那种感觉 然后当steve jobs 当拿 他不只是steve jobs 会秀 那告诉你就说的这是好玩 而且你你知道steve jobs 这种个性 就说他一定是很得意的东西 他才会拿出来 可是现在的I16你光看照片 你就是换换颜色嘛 照照片拍的很漂亮换换颜色 好那那你刚刚讲的 来我们回到回到 因为这个这个你比我懂我要问一下 第一个你说他的软软体有些好玩地方好玩在哪里 就看不知道啊 就现在他有秀出来 再比方说他呃现场秀的时候 像我给他这一次的几个重点 包括他的相机 对他照相功能多个扭 然后还有他的airpod 那airpod几个点 包括第一个 呃将来有个新的功能就是 诶有来点 但这个你看到号码是你不想接的 嗯 你就要摇一下头 嗯 就自动挂断 嗯 哈哈哈哈 这也算是个功能 好玩的小东西对不对 对 ok 然后呃 当然他希望进一步的呃 呃他要变成听障者的这个辅助器了 嗯嗯 呃他现在正在申请专利 也希望呃如果可以 他等于说他代表着他呃 是朝医疗等级使用的一款这样的耳机等等了 其实这些大家我想你的听众也都很关心 会比我知道更多的细节 但是这整体来说呃就像你说的 我刚才最近看这几个呃 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的报道 大家都我觉得心理如意 嗯 啊就比较礼貌上的 就是啪啪啪啪啪把这些功能介绍 然后呃也有人试着想要分析这些功能 嗯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那个热情度是是不够的啊 啊 然后那个保留的感受是很高的 嗯 那这个就像你说的 其实早从15回退到14 就已经给大家一种这样的感受了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是 这12个月来的 Apple手机的销售是停滞的 嗯 而且是其实实际上是有点下滑的 嗯 那这个其实我我觉得跟华为的关系不大 嗯 跟中国的手机的创新进步的速度 反而关系不是那么大 我认为真的大的还是他自己 嗯 嗯 的创新能力的停滞给大家带来的 有不再那么高度的信任 嗯 以前是你这款手机出来 哇 想办法 这个口袋勒紧紧 我都要想办法换换一台啊 但现在呃 这种热情消失了大半 就是很多说 看看吧 嗯 再说啊 所以是为什么很多人到现在手上是拿了14 甚至是13 你不要这样讲我拿11 哈哈哈哈 呀 所以呃 这是这是美国现在呃 呃 待会我们可以一起再聊聊其他公司啊 嗯 过去这一个月的状况 呃 因为接下来9月了 10月了 你会发现近年以来的整个Big Tech 所造成的股市的旋风 嗯 都不由而同的在现在呃 可能会出现了某种风向的转变 嗯 嗯 Apple只是其中一个 例子 嗯 而已啊 所以其实呃 i16 基本面严格说是对他有利的 因为有很多在1415 嗯 都不在换机的人 现在也蠢蠢欲动 其实就等着你这款新机 有没有办法让我耳目一新 让我眼睛一亮 嗯 嗯 对了 因为对对手机的使用者来讲啊 我觉得要换一个系统 它确实很麻烦 嗯 就是无痛 我认为无痛换换换机的这种的 又优势 是苹果还能够维持基本盘的原因 嗯 毕竟方便很多 那系统也稳定 我我我认为苹果的系统你用习惯了之后 它基本上是稳定的 嗯 是friendly 这些人都没有问题 可是在创新上面来讲 苹果从一个过去的创新者 现在感觉上面是个跟随者 嗯 特别他现在也在机械发展折叠机 那他他看到了一些 就有一些 有一些趋势他 他似乎就落后 我们回头看 基本上 你自己想观察回头观察看 为什么这些人会需要智慧型手机 嗯 为什么要频繁的更换智慧型手机 然后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Apple手机 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们用它来干嘛 我们来生活中最有关系的层面在哪里 第一个呢 其实当然就是Apple这个品牌所带来的 象征性 嗯 我就是酷 对啊 我就是有品味 嗯 所以买Apple跟买三星 买其他的Android系列的 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 你说功能上有太大的差别吗 嗯 你最常使用的 用你手上这款手机在做什么 嗯 大部分其实是两种而已 第一个是Social 嗯 Messaging啊 Facebook啊 IG啊 这是第一个 嗯 再来第二个是 那个 娱乐 娱乐 对 Entertainment 就觉得玩game啊 追剧啊 其实就这两个而已 其他都是附加的 比方说 你说拍照好了 拍照当然大家都要拍对 其实拍照是 就是为了服务前面这两个 嗯 自己想要功能啊 对 上传啊 分享啊 要么就是 自己拍的好玩啊 嗯 等等 所以你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Apple他昨天所宣布的 这个 一些软体上的功能 嗯 你说真的对AI 大家的需求 这么的高吗 嗯 嗯 AI其实未来 他真的能够发挥价值 创造影响的 其实还是在工作相关的方面啊 嗯 再增加你的生产力的提升 呃 但如果大家其实用手机 在工作的呃 时间点还没那么到的时候 我说不是说没有 但现在其实真的在工作上 我们大概是靠笔电啊 因为那个手机荧幕太小了 对 像像你这样 可能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比较灵活的走动也就罢了 但其实即便是你 我相信你用手机工作 也是非常有压力的 嗯 因为毕竟荧幕那么小 嗯 像我最近就开始学你 用手机来写稿 嗯 一边念了一边看 但其实荧幕对我的时候还是太小 小啊 但是三三三则机可能真的帮得上忙 哎 对就希望是这个这个方向 未来会会出现 但其实否则以目前为止 呃好Apple他所秀出的 透过AI来让你的写作 呃让你呃制造更多迷音图啊 呃Emojis啊 可以更漂亮更方便 也就是如此而已 但不知道他接下来我们实际使用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但至少目前为止 你如果问我 我们以social的功能跟娱乐的功能 呃很难再 除非你这个部分让我非常 耳目一心啊 否则在这种情况下 那整体来说对Apple 呃接下来两季的业绩 是很大的挑战啊 嗯 当然是个新机出来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波的 很大的带动潮 嗯 因为毕竟刚刚我们讲了 很多人都等了一阵子没换机嘛 嗯 呃但整体来说 呃Apple这个长期品牌的魅力 现在我看整体来说的感受到 就像你说的 不是那么热钱 嗯 好 我做 我我的 我想我就 你从他的i16出来 我就突然懂 就是说 巴菲特为什么卖掉了很多苹果的股票 嗯嗯 那个是有道理 不完全是市场的因素 道琼从三万点涨到四万点 苹果几乎是没有动 嗯 Tesla也几乎没有动 我最近常开玩家讲的我我我我说 我说AIT有有危险 嗯 嗯 就是美美国在的AIT 但那时候我讲的AIT A是Apple A是Intel T是Tesla AIT呢真的都有危险 那苹果从从三万点到四万点几乎没有动 他发发新机i16 他已经这中间已经发了i14 i15 i16 你看他i16当天的走势 他之前没有没有涨过过去多半多他发新机前就涨一波 然后呢发新机之后可能会停一下 可是他当天呢发行的时候 有啦刚开始有涨 对但是他一秀出来的时候呢就开始杀一波 杀一波尾盘呢在勉勉强的拉回到平盘附近 可是当当天当天股美股市是大涨的 好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 同意同意 我不晓得你觉不觉得我觉得苹果的苹果现在是伤害最大的是 我觉得他的名牌效应没有了 嗯 就是他不再被当作是一个我应该要拥有的名牌 所以我愿意去换机愿意跟上 愿意表现的我对苹果很热情 然后我很愿意去就去排队 而且我拿到苹果很急的开箱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我每次开箱的时候都会有很高的点点阅率 媒体也很愿意去呢免费帮你报道 因为报道比如苹果会有很很很高的阅读率 我觉得这效应都在快速的衰退 嗯嗯嗯这个的伤害就就非常大 所以我说这个是品牌上的折损所带来的影响 很好的进步啦只是说呃这样的进步 有没有办法不能说有没有办法 其实毕竟像没有办法追上消费者的期待 嗯嗯对就消费者会觉得这这些已经 就过过去刷挤牙膏 每一阵子改一点点改颜色啦改一点荧幕啦 改一点他设计的角度 那个那个都已经都已经没有什么魅力 因为在他过去的优势上面 属于设计美学的部分 我觉得其他的手手机厂都跟上来都很快 所以越来越像啊 越来越像 大家在这设计的美学上面差异不大 那在系统上面来讲 在在在印在软硬体上面来来讲 就没有让人家惊艳的感觉 那你看到看到现在当他要面对到 面对到华为的竞争的时候 因为苹果华为不管怎么讲 我当我看到他他要推三三折机的时候 我说我说第一个先不要说呢 i i16 我说华为推三三折机 第一个会受重伤的呢 是平板的电脑 就当我在三折机的时候 我出门干嘛带平板 就是在过去可能有很长时间 我要带手机带平板 就你讲的就平板荧幕还是大一点 可是当我有三折机的时候 平板一定会受影响 先伤到的是平板 iPad这会受影响 第二个如果我三三折机 收起来的时候的那个厚度 真的跟你的苹果的i16都差不多的 就会叫做我一手握的感觉 手机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一手握 平板打开是少数 我们大部分一手握 如果我三折机 但是呢收起来的时候呢 仍然不影响我一手握的感觉 那你就完了 其实其他对的对手 真的就很麻烦 还有重量因素 对我认为他很可能会做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录的时候呢 还没有看到 第三个就是说 当他用一个 当他做三折机的时候 他敢于挑同一天 去跟苹果的i16对刚 明明知道苹果的CPU是赢你的 我凭什么跟你对干 这个是我我在看的 就是他的系统 他的CPU 他的晶片 凭什么让他这么有知心 我认为这是西方国家 真正在关心的 他上一次他可以 他可以表表表现出 7奈米 5奈米的效果 让你看到 上面不标5G 他就是5G 他的速度就5G 这一次呢 这个可以看 来我们进广告 回头之后 继续跟水云冲聊 好 非得莫忘 非得早餐 我是谭香楼 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 水云冲的时间 好 再来 刚好稍微补充一下 的确 他是9月才开卖 但实际上 刚刚讲的这些AI的功能 要在iOS上更新 大概是 在美国是10月份 以后的事情 那在台湾可能要更晚 在英国是12月 因为后面 其他的国家 他都是陆陆续续 iOS才会更新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 你就算拿到手机 不代表你马上 就可以使用他那些功能 OK 这是Apple 那这个礼拜 另外一个大新闻 就是Google Google之前在8月份 我们知道 他的search engine 搜寻生意被控垄断 现在这个礼拜 马上要展开的是 另一场官司 是指控他的广告 业务垄断 这个是目前 美国的科技业 非常关注的一个官司 因为如果 因为上次的 搜寻已经的垄断 已经 法官判说成立 那如果接下来 这期官司 也影响到Google的话 那么接下来 整个市场看起来 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包括我们台湾在内 我们都知道 过去这十几年来 台湾的媒体 为什么这么惨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广告费用 都被广告的收入 都被Google给吸走了 以去年来说 Google的收入 有三千多亿美金 其中有四分之三 都来自广告 四分之三是多少呢 大家诚一诚 就是两千亿 美金耶 可怕 一年耶 两千亿美金 可怕 现在广告 几乎全部都在那个 两千亿美金 是多少台币 大家算一算 里面大概台湾贡献度 少则大概是 一百亿到两百亿之间 的台币 所以意思是说 它基本上已经 把全球过去传统的 不管是纸媒 还是电子媒体 还是广播电视媒体的 广告预算 都吸走了大半 这是造成全球 包括美国 他们自己在内 这些主流的媒体 大家都非常不满的 一个很重的原因 那Google呢 他继我们刚讲的 八月份被法官裁定 他在搜寻上 有垄断地位之后 那这个礼拜 在广告业务上 美国司法部呢 也要再一次 希望可以证明 Google呢 在全球 特别是美国的 数位广告业务当中 已经违反了 美国的 反垄断法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 大家有兴趣去看 因为相关的报道 在台湾 相对是 比较多的 当然 就像上一次 打官司一样 Google说 不是我要垄断啊 是其他人太弱啊 他没有讲这句话 他说的是 大家会选择 我是因为 我的服务好 是因为 我的产品有效率 我们又强迫 你来用我的 Google search OK 你可以去用 Safari 你可以去用 别人家 Firefox Whatever 不管这些 游软器 大家 如果你有别的 更好用的 搜寻引擎 Go ahead 但最后 大家都来用我 只是因为 我好用啊 能够找到 他们要的答案 广告也是一样 他就说 就是因为 我自从购买了 Double click之后 你知道我在广告科技 现在所掌握的技术 是很厉害的 你们不管用什么的关键字 我都有办法 满足你的需求 让你最有效率的去达到 你要的TA 这是我的专业技术 我没有强迫你来买我的广告 但是你就是需要我 好吗 这是Google的这个说法 不过我们都知道 这样讲并不成立的 你回头看当年的AT&T 他也可以说 我没有叫你 一定要用我的电信服务啊 那是因为 我的电信服务好 但其实不是的 而是因为市场上 其他可能会给你 形成竞争的对手 要么被你吃掉 要么被你用你的业务 用你的价格优势 给全部给打趴掉 所以你已经违反了 美国的反弄动法的精神 你如果问我就好了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 是相对是确定的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等着看 最后这些官司会怎么样的变化 嗯 嗯 好再来 嗯 所以这是高盛 那接下来美股 大家都在看你的好朋友 黄仁勋的回答了 因为 我给你看 这个表格 你就可以看到过去 九月以来 回答的股价的变化 对 你看真的很戏剧性 嗯 当然今天我来录之前 盘面其实是还不错的 对 他昨天是也是涨的 对 可是你看 很戏剧性的就是过去 这一个月的当中 他曾经 我们都知道八月初中错 他分割之后 没有分割之后 也曾经有一度 就八月初在中错 然后来 回来回来回来 大家就 你看回答好厉害 回来 但这实际上 又慢慢的在九月 又往下走了 这是跌回原点 对 其实这是跌回原点 所以 现在的美股的状况 你看看从刚刚讲的 Apple到Google到 回答 从去年一路这样 狂飙 狂涨到今年这样 狂吹出 这么好的报酬率之后 它有点像 如果用吹气球 来做比较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 有点像 其他气球都小小的 都吹不起来 但是回答这个机会 吹起来 蛮大的 很漂亮 已经别吹气球 这样的大 但是这个时候 吹气球的人 该怎么办呢 我是因为 见好就收 我在这里 把它绑死 我不要再动它了 还是说 我应该要 继续往上吹 因为我觉得 这个气球 我现在按一按 好像还有 再大的空间 所以我要不要 勇敢在吹 那你如果 要勇敢在吹 你可能就要冒着 搞不好 会爆破的风险 所以现在的投资者 其实就是在 这两者选择 所以看你是 你的判断是怎样 你觉得 其实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够好了 虽然它可能还可以再大 但好像不需要了 我这时候 见好就收 这是一种 投资者的思考 另外一种就觉得 不对 我觉得我摸一摸 按一按 回答还很软 然后这个球 还有 还可以再延整的 然后继续吃下去 所以你觉得 你是哪一种人 我觉得 我觉得它第一阶段 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所有主意 让它吹出 这个大气球的题材 已经老化了 他说在市场当中 一个泡泡的 一个阶段性的完成 市场的气氛 是闻得出来的 我觉得 那个泡泡的气氛 已经到了 当然不是说 回答是 就破了 就往下走 而是你认为 会像是过去的 那两年涨八倍 的那种的时候 已经过了 那现在最大麻烦 就是说 即使大家知道 它在GPU上面 是领先的 可是在应用端当中 没有看出来什么 就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说 这些大量的 对回答的需求 跟订单 到底在应用端 没有看到 它的商业运用当中的 所有的这些利润出来 就是没有亮点 除了回答 回答终究 终究像是台积电一样 当我要去买个东西 我买手机的时候 我不会在乎里面用的 我不会去问说 这个里面是用的是台积电 还是用会回答 我一定是买那个东西 但是类似的这些的 终端应用 没有看到 其实我上一拜去 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时候 我有谈到了 就是接下来GPU 或者AI的发展 有几个观测的方向 我那天讲了三个 其实应该有四个 第一个是Follow the money 因为GPU也好 AI的还好 那个投资是非常花钱的 你看黄云鑫这个 为什么股价可以涨那么高 涨这么多 就是因为他东西很贵 所以第一个Follow the money 不是所有人都花得起那个钱 有一天当董事会 当这些避险基金 觉得我暂时应该收手的时候 可能就是party的音乐 结束了那一天 再来第二个是Follow the people 主要玩得起的玩家 也就是那么几个 再来第三个就是你讲的 我觉得是Follow的硬体 OK 这个硬体部分 不只是你刚讲的需求跟应用 还包括生产 台信应用的产能 几个三星也好 Intel也好 到底未来GPU的生产 能不能赶得上需求的速度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考量 最后的应用 其实还要考量Follow the resources 最后很多 到有一天 Data Center不是你想盖就要盖 就可以盖的 OK 因为你要经过环境影响评估的 电从哪里来 水从哪里来 像你要前阵 我不是回马来西亚去吗 现在新加坡很多的外资 都说要把Data Center 射到马来西亚去 那马来西亚当地 其实一直以又一直以洗 洗的当然就是 哇有外资要来啊 但是优的是 那接下来 电够不够 接下来水够不够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它需要大量的水来降温 等等的功能 所以像最近 看马来西亚已经有些地方 就在停电啊 原本的电都不是那么够用 那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未来这些 不是只有台湾 之前如果听众朋友 有听过那个Eric Schmidt 他的分享的话 就知道 他同样也提到这件事情 即便是在美国 都没有足够的电力 来支撑这么多的Data Center 所以他就说 美国现在要 一定要跟加拿大搞好关系 因为未来会有很多的Data Center 要设到天然资源 比较丰富的加拿大去 所以从这条角度来看 我们自己呢 我们未来在这个方向的发展 一定会遇到很大 跟很多状况要克服的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 刚讲了这个回答的这个生意 大家在看的时候的几个方向 不过我们今天讲这个 有另外一个跟市场比较相关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在长期看美股的话 接下来的9月跟10月 都是相对来说 以历史记录来看 比较低迷比较冷的行情 如果你是做当中的 如果你是说短线的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因为9月 9月向来是比较差的一个月了 所以直接观察一下 那一般过去被认为说 10月之后买股 到隔年4月买股 基本上获利率呢 就是说呢 胜算的比较高 这另待观察 不过主要是因为美国 美国现在都 它都终究 它的股市在一个历史高档的位置上面 那现在呢 又面临到本身的 它的 它的就是说联总会 正在呢 它的利率政策呢 正在转向的时候 变数呢 当然了会比较多一点点 好 这些呢 都是市场上面的波动的原因 你看它动不动呢 就给你跌 跌一千点 台股动不动呢 就是跌一千点 人家回答 动不动就可以蒸发 四千亿市值 对 所以说说 这种的波动性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的 那不只表现在股市上面 表现在汇率上面 表现在日元上面 或者表现在比特币上面 都一样 表现在黄金上面 其实所有的这些资本市场当中 主要的这些投资的项目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你们的波动性呢 都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的恐慌指数呢 创新高 其实有到 大家知道 那个大的波动来了 但是我常提供一个 简单的参考数据 我说当你看到 巴菲特的现金 创新高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就是说 在市场里面 进出几十年的人 在眼前 他做的动作是什么 他的现金是创世高 他一直都在减持 减持 连他手上最主要的部位 像苹果 他都减持了非常多 好 来我们再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记住跟沈云聪聊 巴菲特不王菲特早餐 我是档耀龙 今天星期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再来 我们刚刚讲到 九月行期 我再补几个统计数据 给大家参考 因为我们知道 你看九月三号 纳斯达克 一口气 给他要3.3% 然后达克 也给600点以上 然后NVIDIA 更是不用讲了 我看到有个统计 是这样子的 柳文区统计 标普500 从1928年 美股到现在的数据 的9月 一年当中的9月 从1928年到现在 这么多年 这么多个9月当中 有56% 航行都是下跌的 就是9月初到9月底 航行都是下跌的 平均 9月分下跌的比率 是1.2% 1.2% 这也是一年当中 最差的一个月 平均 平均 在整个大多头市场里面 来讲 9月是唯一 就是说 付报酬的 那是平常 但是如果遇到大选年 就像今年这样子 最惨的不是9月 而是10月 接下来是10月 从1980年代以来 平均10月份的报酬率 是负的1.4% 就比刚刚讲的 平均负1.2% 还要来的严重 OK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给大家参考的 历史数据 但当然不是很绝对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 14当中就5.6次 历史还有4.4次的 几率是上涨的 但无论如何 以今年的行情来说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第一个 NVIDIA 高科技股 Big Tech 其实涨幅 都是两位数的 那在这种 高档的情况下 接下来 你觉得它继续往上攻 在9月10月 往上攻的几率高呢 还是往下跌的几率比较高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美股已经开始出现 轮动了 但主要开盘到现在 我去看一下 十一大类股当中 就是有公共事业 跟生活用品 类似上涨的 其他科技类股 金融国 其实都是往下跌的 那目前 如果我们用平均PE 平均本益比来看 标普500 目前10年 就是未来10年的 这个平均本益比 是21倍 但是历史 历史记录 过去10年的平均本益比 是18倍 所以给大家参考 这个是偏高的 其实是偏高的 偏高的历史 所以再加上 像我刚刚讲了 9月18号 联准会开会之后 目前 几乎市场上 我看到都倾向 联准会是会出手的 是会降的 就是差别是看降一马 或降两马的差别而已 所以这是接下来 9月跟10月 大家真的想做的时候 给大家参考的行情 你认为他会降多少 我真的要这样讲吗 不然呢 我要去猜啊 就是堵大小而已 你如果问我猜 目前的氛围 其实因为 好啦 我自己的感觉是 大概会降一马 我认为是降一马 OK 但是我会说 这个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猜测而已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数据 跟联准会不太相同 再来第二个 我们的考量 也会跟联准会主席 跟董事们的考量 不太相同 毕竟今年是选举年 那他们现在内部 一定会有一些 power game在进行 那所以我们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所看到的数据 是怎么样 以及看到这个数据之后 他们决定要 会一拳 那是会两拳 所以这个 纯粹是不负责任的 才是那你 那你觉得呢 我也认为降一马 就是我觉得 他没有那个种 去降两马 太明显了是吧 这明显 而且降两马的 不可测性太高了 就是以选举 这时候的敏感性来讲 你两马所产生的波动性 不见得是 是连总会所能够承受到的 舆论压压力 就是如果两马 而导致市场当中的波动 超乎预期 它是有可能 那而 而那个预期 跟市场解读的方向 就你除了你要提供 你的官方数 数字去支撑 你为什么降两马 现在的数字面上面来讲 降息大概是OK的 降一马 大概是大家都还能接受 可降两马 就需要有很强的数字支撑 但是现在数字上面看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到 这个时候 那但是如果你要勉强降两马 我是说最重要是 正政治风险 那那个政治风险 我觉得 美国的联总会的独立性 其实已经没有了 美国的联总会 现在基本上 就是个政治服务的工具 撑到选举完再看情况 所以这接下去 我认为就是因为 它是9月份 所以它的过渡性的味道 会很浓厚 太冒险的金融操作 对选举的冲击太大 同样 谢谢 好吧 来再来 最后谈一个比较趋势性的 这因为我看到了 因为我们现在很 大概三不五十都要讨论一下 现在亚洲跟先进国家的少子化 人口老化的问题跟现象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长期趋势 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常常一边谈 然后一边继续中 看着我们往那个方向 错的方向去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明明我们少子化是很明显的 可是为什么 比方说我们学校的家数 学生的人数 没有根据少子化之后 去跟着做因应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百思不得其解 但无论如何 这个趋势是一定会发生的 不是只有台湾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中国 加起来 整个亚太地区 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 会有高达12亿 大概每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以上是60岁以上的 这很可怕 对 所以这个未来 我觉得不是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要赌他一码两码 赌了可能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 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 与其等到20年30年后 再来做准备 不能说与其来说 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很多事情 现在就可以开始想 那老年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 非常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数据已经发现 60岁以上的 有57% 是有身上带的 某种疾病的 当然是非传播性的疾病 最常见在心血管的 糖尿病的 老化的疾病 你总是这个器官 那个器官会有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人 即便今天 我看到数据是 大概有4成 会有定期检查 我觉得这过度高过 我觉得有定期检查的 应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这还只是身体的部分 心理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 小子话 最后就是独居老人 独居老人 会不会伴随着 其他的心理问题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其实老人 某种程度 都有忧郁 各种心理状况 三分之一是有忧郁状况的 因为感受到寂寞 感受到疏离 甚至是独居 那以上的这些问题 未来要不要解决 未来只会比现在更加的严重 那我们在整个 不管是社会制度 政策 还是医疗的准备上 有没有从现在开始来规划 这件事情 比方说 我觉得政府现在 或者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都应该要很积极的去 想这件事情 这当然几个层面 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 当然是疾病的防治 疾病的预防 跟治疗 到时候当然有这么多人 要涌向医院 大家都有心血管疾病 大家都有糖尿病 请问这个要解决 我们现在已经 这种情况就已经护理荒了 到时候怎么办 这是我们叫做 disease prevention 再来第二个 这个当中还有分性别 女人平均来说 比男人长瘦 长五岁 所以女性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格外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女性的depression 她幼狱症的比率 也是不比男生高的 现在有60% 再来很多女生 至少以现阶段来说 不管是就生活资源 还是医疗资源的取得 也不如像你这种 有地位的男性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这些人 怎么办 是不是要额外提供 给女性的老人 长者额外更多的协助 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开始规划 再来 bottom line是 我们其实应该要鼓励的是 不是那种没有收入 油山玩水的退休 而是让 因为你真的要这样 事先要准备的钱是很多的 然后也会给大家 带来很大的不完全感 那很大的不完全感 反而回过头来 造成身心上的问题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 让老人活得更安心 让他知道说 即便是60岁以上了 即便是70岁以上了 他都会有某种的 employment 他都可以有某种的 就业的机会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很多这种类型 因为政府强迫你要退休 其实也觉得你应该退休 所以这些老人要出来就业 往往是非正式性的 informal的这种employment 那informal 大家知道就某种的黑市 某种底下经济也特别容易受到剥削 那这个情况 其实未来是不是应该 从现在开始 我们来想到时候 你我老了 我们没有节目做了 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事情 有一个让我们可以 打发时间再加上赚点吃饭钱 的这种工作形态 有更多的话 那其实以上这些问题 就某种程度可以获得疏解 就谈到了这个 其实倒过来了 我刚刚讲这些虽然是问题 我其实要讲的是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 民间跟政府 可以往这个方向投资的话 我看到一个很乐观的预估 他未来会带动 所谓的银色红利 或者银法红利 OK Silver Dividend 据说可以为GDP 亚太地区GDP 增加1.5% 好 Anyway 就有这么一个话题 好 当然你刚刚讲的那几点 其实 林哥讲的都是老生常谈 对 那他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虽然那是老生常谈 但是市场上面 没有足够的动能去 去满足这种老生常谈 而且显而意见会出现的问题 就市场上面还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一块 但他终究是会出现了 就说我们要温水炖鸡还是温水煮青蛙 这个选择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关于人口老化 少子化的问题 比较让人担心的是在温水煮青蛙 可是如果你倒过来是有去面对这个问题 跟慢慢解决的话 那从现在开始以中为始 你慢慢的炖鸡汤 到时候你就会喝到比较健康的东西 你干嘛这个表情 因为鸡汤的比喻 这是很急摊 好 来 当然这些问题大家可以想想 因为每个人都遇得到 可是我觉得因为老人的问题 他特别困难 就是说当老人开始出现 出现孤寡独 独居的情况 他都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这在你年轻 有生育能力的时候就确定 我觉得你真的要认真 像有人缘这么不好 到时候独居的几率很高 很高啊很高啊 就是说就是其实我周恩像我老婆 他们都已经表明一定弃养啊 就是其实我早早就有心情准备 他们都已经表明就是一定弃养啊 你很后悔为什么找这种来宾 对我还跟他们讲说 那没有就把送养老院 什么什么养老院就丢到路边就好了 根本根本没有人要那个好 这个大家都会遇得到 我是说我周围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 对自己年轻时候呢 可能觉得很自由 很浪漫 可是对自己的晚年开始焦虑的 那个已经出现了 好其他问题呢 大家自己想感谢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呢到节目的线道 感谢 谢谢